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回来到TheTrouveller作手 各个的频道 我是HenShen 今天来带给大家这个石盘的分析哦 OK 因为现在我们已经来到这个关键点 就是坐回我们的一个下探 那么你可以看到这个下探呢 是都低过于前面这几个低点 OK 也就是这边第一个 我滑出来第一个 第二个 OK 这个也算第三个 OK 它都跌破前面的低点 OK 所以基本上这里所有的在这边累积的多单 OK 这里的多单都已经被扫掉了 OK 如果你把止损 市场会把止损放在前低点 OK 下面的位置 所以这边对应的这个位置 它已经完成扫损了 也就是说它已经把车子弄清止 就把多单清掉了 所以上涨的车子变清了 OK 所以我们在这边 再加上如果我们看这个 MSCD 刚好有一个底背离 虽然这个 这个是算是一个 Lagging Indicator OK 是一个技术指标 但是也是可以拿去 当做我们的一个公正的 一个参考指标 OK 所以这里是多一个 support 所以它少损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是 它已经是底背离 OK 那么这个之前我们一路来都讲说 如果你也关注我上个影片的话 OK 虽然它都还没有play out OK 但是如果我们 根据我之前讲的这个东西 你们可以去看啦 一些宏观的叙事 跟一些整个如果你看 天图的布局都好 这个我在之前的影片有提到过 它现在更偏向的是会往上走 OK 各种心理教会 各种做装的一个换手成本 换筹码的换手筹码的这个成本 都现在预示说现在上去 对它们来说会是更有利 OK 那么它上去的话 它会不会变成大牛市 这个不知道 OK 那么这个都需要去看事态的发展 它会有没有 就是市场有没有这个前提跟条件 去让这件事情发生 因为整个市场就是一个博弈 OK 所以我们要需要 每一天都去看都去追 所以按照现在此时此刻 这样子的一个局势的话 它更大概率是往上走 OK 它往上走了之后呢 它会去到什么地方 OK 之前我讲过一个价位 就是33,000左右 OK 33,000会有一个阻力 OK 这个33,000是对应回 之前的一个resistance OK 我之前也在这个影片提到过 就是它的一个完整的周期 就在于这边 OK 它会回到33,000就这边 OK 就这边的前高点 OK 所以如果它关 如果它在这边的时候 它来到这个区域 它是一直上不去的 OK 那时候我们就要考虑 在做空 OK 那么做空的话 它就会回到2,0004这个价位 因为回到2,0004这个价位的话 它就是一个典型的一个 假突破M 顶 对吗 所以M 顶之后呢 我们基本上 如果它在往下跌破 我们这边再去加长 那么这一整段呢 都会是一个蛮可观的利润 OK 而且 然后我们过后就会在 这个到时候我们再讲 等它发展到那边的时候 因为现在讲太远 所以它是有一个35%的潜在的一个盈利 所以现在为什么我说33,000 大家就会认为说 你看基本上它是一个牛市的延续 OK 小牛市的延续 为什么呢 你看这边它就是一个上涨的趋势 这里再往上突破 一定很多人跳出来说 哇 现在这里这个是威克夫啦 这里是一建仓筹码啦 底部了啦 现在往上图 OK 会有类似很多这样的叙述出来 所以 庄家也会按照这叙事去拉盘 OK 因为他也要拉盘才会赚钱 因为它是用现货来去 去操纵的嘛 所以 如果这里一旦都会突破 而且是往一股做气突破33,000 34,000的话 那么它会是一个延续 OK 延续到一个 三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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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千 我们算了三万一千吧 不是不是 三万 九千四百 OK 所以如果我们现在可以分两个阶段 现在我们 基本上可以做多啦 一个我自己开的 开的仓位是在 三 也是在三万 三万左右 OK 三万 三万 所以还是少赚一点点啦 OK 他 所以现在如果我们把目标放在三万二千七百的话 现在我们把止损放在前提点 也就是 假设我现在 我们假设现在这边啦 OK 前提点是在这里 OK 然后 然后 然后你 然后你 三万两千七百 OK 差不多是三 一比三的这个赚赔比 所以在这边的时候 基本上你可以出掉七十八仙先 OK 那么剩下的三十八仙呢 你可以AIM 说一个更大的利润 OK 或者是他突破三万三的时候 你可以再加仓回去 OK 看你要怎么一个操作法 如果你是那种就是想要重仓出击的 你可以再突破三万三的时候 然后你再重新加仓回去 OK 但是如果出学者建议就是你 你一 你就是直接出完 OK 可能开始练习 第二你可以先出七十趴 然后三十趴 你可以AIM到去到说三万九 OK 那么你就要 如果你是要AIM到三万九的话 你就要 少一点 怎么说 OK 如果你是比较进阶的人 你可以做复合式交易 在之前我们ZERO1里面有提 ZERO21里面我们有提到过 复合式交易就是 因为他不可能一次过上到三万九 所以三万九之间 他还会有一些回调啊 有一些Fibonacci的一些回撤 给我们去 部分的去止盈 然后再重新进场 或者是去做对冲淘宝等等 那么这个进阶的一个想法 其实跟剧本的走向 是稀奇的相关的 基本上你懂剧本怎么走先 基本上你就可以 看你要怎么套你的那个 作单策略 其实作单策略是 根据你的性格 或者是你的整个交易计划 你想要多 多aggressive 要多凶 打多凶 所以你打Poker的话 你要打多凶 还是打多凶 这样子的意思 所以怎样都好 你都有一个保底 一个1比3 OK 这一比交易是1比3的交易 OK 那么最高的话 它这边是一个1比13 OK 所以基本上你14场里面 OK这是数学啊 你13 你的RRR是13的话 你加一个1 OK就是14 14场里面 你只要赢两次 OK你基本上 就可以cover回你 你连续亏的一个14次 这样子的概念 所以14次里面 你只需要有超过一次的 类似这样子14 14的RR的这个交易的话 基本上你连续亏12次都没问题 OK 但是我们of course 这个是我想要表达 这个概率上 因为你要连续亏12次是非常难的 所以为什么我们要抓这种大的Swing OK 所以基本上你也不需要太高的胜率 就是你基本上230% 你也是能够成 OK 因为你拿2除以14 就是差不多七分之一 OK 所以七分之一的话 是大概是 我算一算 1除以7 就差不多14% 只要你的胜率是超过14% 你只要继续做这样子的一种交易的话 他都不会亏钱 他反而还会赚钱 所以这是我们现在看着的一个情况 而且你可以看到 这里已经是拉了蛮久 可以拉了一个一个月左右了 所以上方这边 啊 他在你可以看到 他一直不断的在 在就是上下来去测试 现在整个整个筹码情况 OK 他上面他也测了 现在下面也测了 只是现在如果我们仔细看的话 他用了大概 你可以看到这里他差不多有 累积了三天 OK 累积了三天 所以 但是交易量也没有很大 所以 这个是 啊 对 这个是 期货 所以 但是OK 所以现在的方向更多的是因为看到 之前我在这边讲的这个现货布局 所以如果你单单看期货这边的这个 啊 怎么说流动性的话 明明的看太明显 因为基本上上方他的筹码也是已经就是打散了 OK 所以只是唯一这三天内他也没有说累积到很大的一个筹码 而累积很大的一个空单 所以 纯属就是看 目前筹码的分布跟他们 庄家想要走什么 走什么方向 OK 他想要他的意图是什么 那目前我个人看到解读到的意图是 他想要上去 OK 上去了 再下来对他们来讲应该才是更大利益的事情 OK 因为三万这个价钱毕竟是一个心理价 所以他们在那边 都测了好多次都没有下去 就是要准备这个拉上去了 OK 所以这是我的看法 当然 再交易没有百分百 OK 可以记得放你的子孙 那什么事情都会发生 而且他发生改变的事的那个情况可以是在五分钟之内 甚至一个小时就一个小时内就会发生的事情 所以是我们需要去做出对应的应对 OK 来去做对应的应这个策略跟剧本上的改动 OK 所以交易市场永远是动态的 我们就用动态眼光去看他 然后这里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 OK 喜欢我的影片的话 记得按赞订阅分享 开启旁边小铃铛 大部分每次影片更新就不会错过 然后 OK也强烈建议你们去看这个直播 OK 所以两个小时全部里面都是在讲内容 OK 那么这些 因为毕竟不是每个人有时间去看完它 或者是说 也没有人那么努力去看完这些影片 但是如果你 够努力去看这些影片的话 你会有不一样的收获 OK 然后如果你想要做交易的话 想要做多的话 这里有这个bybit的链接 OK 最高的这个正经是30,300美金 OK 然后你去reward hub那边去claim就可以了 还有bybit那边有一个reward hub的一个column 你按进去就可以去claim你的这些正经 然后怎么怕不会用的话 你可以去看这个bybit的这个教学 OK 全网最仔细讲的很非常细节 怎么开单 然后怎么做多 然后怎么去做止损止盈 然后怎么去算你的成本等等等等的 都在里面 然后非常的重要 如果你是初学者 务必请看完它 不然你是怎么亏的钱你都不知道 OK 然后这里是其他我们traveler talent OK 你们也可以关注他们 他们在讲的都是币圈里面不同的一些知识点 或者是一些交易方式 OK 非常强烈你们去关注他们 那么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 我们下个影片再见 拜拜 拥有坚硬的心